爱豆这个职业,虽然一直以来争议颇多,但凡是有深入了解的人,可能都会发现,爱豆像是个全能职业,不仅唱跳要好,还要有综艺感,还要会撒娇懂得给粉丝福利,有些还得学习演技演的好的人,最后都会逐渐转型为演员, 豆锦秀是EXO主唱DO的本名,这孩子平时看过去完全不像是会演戏的人,因为总是一副与之无争,单纯可爱的模样,最多也就在唱杯商歌曲的时候,表情最为用功,但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堪称是EXO演技最好的一个,拿过韩国三大电影奖,韩国青龙电影奖的最优秀新人的男演员奖, 最近,豆锦秀首次担任男一号的电视剧《百日狼军》正在热播当中,认识完的豆锦秀之前,爱豆当中演技最为大家所称赞的便是认识完,比起歌手这个职业,认识完的演员身份似乎更受大众认可,认识完拿过韩国百项艺术大赏,里的电视部门最佳新人男演员奖, 当时认识完正是凭借电视剧作品,卫生获得该奖项,这部剧,不仅在韩国好评如潮,在中国也是圣诞无数,朴友天尽管因为性侵暗而跌入谷底, 但朴友天是最早一位演技,备受大家认可的爱豆出身的演员,拿过所有韩国电影电视剧类的重要奖项, 成军管飞文是朴友天首次用演员身份,获得任何的作品,死后更是有乌塔防王世子,想你这样火遍亚洲的电视剧作品,演技这么好,只是可惜了, 以上这三位爱豆出身的演员,演技上受到的争议最少,除了这三位之外,还有三位的演技也是相当不错, 胡炯之一个组合里有两位演技能手,也不是一件容易发生的事,ZE, A帝国之子就是这样一个组合,胡炯之与认识丸一样,都是这个组合出身, 尽管在演技上受到的认可不比认识丸,但胡炯之也是爱豆出身的演员里, 转型较为成功的一位,从继承者们,家族之间何必这样,上流社会, 再到花廊,大力女子都奉顺,ZE,胡炯之的演技一直在进步, 银斗郡扑通扑通了这部短剧,让银斗郡被很多人用演员设的身份记住, 此外,Rade or Romance一起吃饭吧,也是银斗郡的代表作, 银斗郡其实真的挺会演戏的,应该再多出演一点电视剧, 好让观众们去感受他那演戏时的魅力, 李俊浩通过电视剧金科长,很多观众应该都感受到了李俊浩的演技能力, 凭借此剧李俊浩拿下了KBS放送演技大赏,中篇电视剧部门男演员优秀奖, 也是因为这部剧,李俊浩才有机会出演《只是相爱的关系》的男一浩, 有机会出演影视剧的爱豆并不少,他能把戏真正演好的人并不多, 真心希望有演技的人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出演优秀的作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